有很多朋友都很羨慕我 就說我可以成為一個台灣女婿 有很多香港人想成為一個台灣的朋友 尤其是現在香港的社會運動 大家都人心惶惶就說 很想移民去台灣 但是就很想告訴大家 有很多我們香港人來台灣去旅行的習慣是要改的 台灣坐的士來說其實不是特別貴 雖然現在其實都不是特別貴 當然如果你有車牌 電單車牌是最完美的 因為其實大部份的台灣人都是騎電單車 我們香港人叫做駕駛電單車 但是在台灣人來說 駕駛電單車 如果你跟他說我開電單車 或者駕駛電單車 他們是不明白你說什麼的 不懂駕駛摩托車的話 其實你是應該坐巴士或地鐵 我發覺有很多人對台灣的自運認識不深 所以這一集我們就決定說一下 駕駛節運 基本上這裏 周圍都是一些 摩托車 台灣人其實都不是大家想像中任拍電單車的 他們有一個叫紅線的 這些位置 只要有這條線 沒有紅線的話 其實都可以拍的 那這些地方就當然了 我相信是沒有文明規定地拍不拍得 對面這些一格一格 就是代表真正的電單車位 坐姿運基本上就有兩方法付錢的 正常就是入這些錢的 那你首先就選了自己要去的地位 上面就有寫25元台幣 30元台幣 這樣就視乎你的站的距離有多遠 在後山碑站 我現在有20元 去到最遠 都是50元而已 另外最貴的就是淡水 差不多接近 我想有30多個站 都是60元 只要用10多港幣 你可以看到 譬如我要買單程票 那你就選擇一個價錢 最貴的就是60元 然後就買多少張 可以接受紙鈔 然後很簡單 入錢 那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另外一個方法 是優柔卡 就是我的老婆 優柔卡 優柔卡 就是等於香港的百達湯 那你買了一張之後 就放進去 就可以增值了 那優柔卡 基本上在Seven 所有地方 都有得買的 好可愛 有些新的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Bot Sofa 還有優柔卡 其實還可以去搭 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甚至去付錢等等 我不知道是因為 他們的車程比較長 還是什麼原因 我發覺在台灣 大部分的捷運站 都有藍刺 和女刺 而且是非常非常乾淨 要出閘之後 多數都有洗手間 但有某些再大的站 可能有幾個洗手間 對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好 我出發了 今天我要去市政府站 還有說一些特色的東西給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香港人坐地鐵 很習慣 就會站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但其實台灣人這個位置是不站的 大家可以看到嗎 不知道是不是怕錢 會不會有關係 他們都有 長者中 一些不方便行 或者老人家 甚至人家 這些去坐 這樣就會是深藍色的 一般人可以坐 就會在一些淺藍色的位置 香港的地鐵大部分都是開門中間 然後左邊和右邊都可以上車 但台灣就有點不同 台灣有地下這些線 沒錯 這些線就是排隊的線 看到兩邊的黑色 在這裏上車 在這裏下車 台灣人是非常守規矩的 香港的地鐵 其實在剛才的地鐵上面 正常就會一直告訴你 下一站是什麼 下一站是什麼 但是台灣在哲雲方面 它是會有一條的LED bar 那條LED bar 是會閃著告訴你 下一站是什麼 很容易 我試過好幾次 都是錯過了那個站 所以這件事情 大家要細心留意 你可以一直留意看看 而且大家會發現 每次就快有車到的時候 他們會著燈 提示大家 也會聽到這個音樂 在地下街裡面 有很多這些店 很多 也會直通一些商場 這些商場 與商場之間 其實如果更大的站 那些地下街 會連著幾個站 如果你有腳骨力的話 是未必一定要坐接運 可以走通幾個站 相信有很多人 看到這一塊東西的時候 都一定是沒有看的 但是由於 我等著我老婆的關係 我就突然想起 咦? 上次我拍去台灣這個節目的時候 剛剛說過 就說 台灣的接運 是可以帶小動物的 那我就真的 故意來看一下 這裡 一抓的規條 即是香港是絕對不能 香港是一個非常之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是做到 負一千萬分的地方 因為有很多人 仍然對小動物 但是有一個 比較歧視性 就是覺得 很兇 會咬人 或者很臭等等 當然 我不會否定的 就是有一些人 不注重他人的著想 令到小動物 發出一些味道 影響到他人 這件事 絕對不能做 但是台灣這方面 做得不錯 捷運 都可以帶小動物上來 為帶動物進入車站內 應裝在尺寸不超過55公分 闊45公分 高40公分的寵物箱 也都你要注重 就是不可以讓小動物的 手手腳腳 就突出來了 每一位扣血的乘客 就帶一件物件為限 那記住 千萬不要發出一些異味 或者大小異變 你要控制著他 今集台灣女婿 到此為止 我自己想好了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記住要訂閱我們 音樂感的頻道 要追蹤我們的IG 還有我們Facebook 拜拜